还有6块钱 6块个肉少一点 有肉啊 河南洛阳人气牛肉汤 仨人42 感受一个城市的文化 从早餐开始 洛阳这满大街早上 都是卖牛肉汤的 不是饭点这么多人 6块到50块都有 6块个肉少一点 6块钱 有肉啊 天天喝多吃6块钱 那来个6块钱的 再来个20的吧 风简牛人 好 能不能在外面 没有可以吗 我觉得河南人都好白啊 哈哈哈哈 在排队买饼 没了 啥没了 不要吃啊 油馅没了 嗯 还有油馅 你自己吃的 糊了那个 没事 我不嫌你 不想钱 收钱 牛肉汤6块钱的一份 这是6块 6块钱要这么多肉 20的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只不过 啊 美女你们一般吃几块钱的 我们点了是40的 咋 尝尝6块钱的汤 洛杨人就讲着 甜心汤 它不是因为放糖吗 它是牛骨熬出来之后 自然的 盐味 汤里几乎是没有盐味的 我马上哪里吃的 牛肉是天天煮好 吃的时候 它再下到锅里放汤里煮 挺软的 不是冷冻 能吃到牛肉自然这种香味 第二种喝法 加点盐 加了盐 它底味比较酥 饼丝一块钱 素丸子一到五块钱 炒汤里 拿给西根尝一下素丸子 你知道这香吗 酥脆的 头感很好 泡完这个汤 稍微软一点 烤糊了的油丝 一块钱 如果在河南的这个 平均水里来说 肯定是一百万块钱 真的好 来洛阳喝牛肉汤 肯定得加汤 那你也帮我加个汤咧 第三种喝法 加完汤 加点辣椒 这个油辣子 香 不辣 第四种喝法 加点醋 这个醋提香 甜腻 还能泡方便面 对 这不是牛肉面吗 加一份方便面 一块钱 最后一块钱 我觉得六块钱的 完全够 好羡慕洛阳人 早上能够 获得这么好的牛肉汤